情绪是我们内在的反应 必须要懂得如何疏导 觉察教育中的情绪和心理念是接纳情绪 乐 忧 厌 怒 惊 是人内在的五种情绪 一般人都会强调正面思考 排斥 负面思考 而察觉教育的观点是 情绪没有正面的和负面的 没有好坏与对错 它只是一时的状态 让它来去不要过度的跟随或压抑 让自己放下 休息 政府在怎么样的免疫 一天给我们一日一休 或者一个礼拜来给我们休两天 一年给我们再休十几天 二十天 都没有办法调整我们的情绪 这些东西都是很刻意的 很勉强的心外去求 休假比上班更累 为什么它没有达到休息 休养 休 心 休心是在那里 是把彼此纷争的观念 能够修正过来 也就是能够放得下 休息的修 也就是说我们 不要一天当晚把自己的心 避在半空中 每天把事业压力 随时随地觉得很重 一生当中 事情绝对比生命还长的 所以 事在人为 因此能够调整一个长眼 宁静 祥和 欢喜的这种情绪 才能够让我们 人生享受到 无尽的 安乐的 平等的 幸福 美国哈佛大学进行了一次调查 一个人胜任一件事 有85%取决于他的态度 有15%取决于他的自力 如果他自信了 事情肯定会办好 所以一个人的成败 取决于他是否自信 情绪来的时候就让他来 他留就让他留 他走就让他走 只要保持观察即可 十方新闻 王天伦成一上 高雄产摩导